由于近年来电竞产业蓬勃发展 职业的电竞赛事也受到了重视 除了选手这个身份和职业逐渐为人知小外 政府也将其纳入政策考量 推出了首批的电竞替代役 去年三读通过 也是因为电子竞技协会他们去努力争取 但是争取到这件事情之后 又没有任何下文了 所以有跟没有一样 基本上是这样 都是靠业界的努力 然后像替代役这个 也只是去填补一下电竞专班的人力 根本就没有辞职的把问题给解决 像电竞专班面临着 没有老师来教电竞产业的事情 没有教练来带电竞校队在带的选手 所以这是一个未来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政府在去年将电子竞技纳入运动产业发展条例 将电子竞技证明成运动产业 也让其人才需求受到市场重视 其实电竞这一块行业 就是在国外已经盛行很多了 很久了 那是最近台湾才开始真正发展这一块 然后政府也才开始重视这一块 我觉得是很不错的 如果政府有重视到电竞这个行业 我觉得可以提供那些热爱 台湾有需要天分的就是年轻玩家 对未来有保障 就是就业还是什么 我觉得是好事 和传统迷思相差甚远 电竞如今已发展成 巨规模的运动赛事 每支参赛队伍除了有正式的选手 更配备了教练、裁判等完善的团队 裁判基本上有分 现在以现况来说的话 台湾的现况有手游的跟电脑的两种 那电脑的话基本上是 裁判可能会要涉及到说 包括电脑 电脑如果出问题 因为电脑的不确定性 相较于手机来说比较高 电脑出问题 他们裁判 电脑的就是电脑上 游戏上面的裁判就是可能要 甚至包含说修电脑 甚至说帮选手用设备 调调东西这方面 因为选手可能不见得 具备这些知识 基本上都是裁判的做 那手游像我的部门 就是传说对决来说的话 基本上是根据我们的规章指法 那讲说比赛在什么时间 发生什么状况 我们依据规章说 这个时间之前发生的 我们要 我们要直接重来 重来一场 又或是说 这场根据现在的游列式 直接判定胜负 又或是双方的教练协调 是否重赛 那主要是这两个差别 众多电子游戏如雨后春笋般萌发 除靠政府政策支持 仍需国外厂商进驻支持电竞赛事 才能继续完善前景 像日本有很强的开发的能力 技术端的 那韩国有很多教育的体制是很完善的 那中国大物流现在全世界最大的Face 那台湾能做什么 台湾可以做内容 台湾这几年还是做内容非常厉害 当然是非常有创意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国家 我们很能接受不同国家的文化 所以你想想看 亚洲可以组成一个什么样的梦幻 在台湾电竞产业目前仍处于 需要被推广与教育的阶段 才能展望未来能有更多商机